大家好,我叫Linda,来自H1族 今天我跟大家讲讲耶稣在我生命中的故事 2017年的夏天,我从中国营运来到美国 一过不惑之年的我,很快就发现 梦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很残酷 语言观,学历观,旧意观,戒难观 真让我望而却步 我每日忧愁,头痛,失眠,不知道明天的路该怎么走 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时期 我的沮丧情绪也带来了夫妻关系的不和睦 有时候和先生为一点点小事情吵架 我经常一个人绝望地把自己关在closet中的痛哭 我哭完了就对主耶稣祷告 求主来带赢我 我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你 求主,你带赢我未来的路 人的尽头真的就是神的开头 主耶稣奇妙的手从此牵着我前行 无论大事小事 我都向主耶稣祷告 主耶稣都带赢着我前边的路 因为主耶稣是我的力量 所以我从此不再惧怕,我接受现实 一切从零开始 第二年来美国的 来美国第二年的夏天 我进入了社区大学重新开始念书 刚开始的第一学期 我真的听不懂老师课堂上讲的内容 我的先生给我买了录音笔 所以从此我总是坐在教室里面的第一排 悄悄地打开录音笔 然后放学回家之后就一遍一遍地听录音 那我左边放的是课本 右边的话就是一个翻译器 那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茶词 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去理解 就这样子,感谢主 奴隶的结果居然是我的成绩非常的优秀 也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向前 记得有时候我中尔拉斯埃 我写不出一篇作文来 我就静下心来向主祷告 祈求主这个我智慧 我神奇地发现 第二天我居然有一个很兴趣的想法 去写这篇文章 而后来我的paper,我的作文 居然被老师当作示范文 我心中充满了感恩 因为我深深地知道 这不是我的小聪明 而是主耶稣的智慧 当2020年的新冠疫情开始时 我们开始了于是隔绝的 网络远程的学习模式 我那段时间里思想 你又出现了数多消极负面的情绪 感谢主耶稣在我心最脆弱的时候 让我遇见了生命和 灵阳堂网络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西瑞姐的关心和祷告 还有Lightingale的真诚帮助 Stephanie的温柔问候 和成因组长的鼓励 还有Dana去目的代理 让我更加有力量 有勇气去走前边的路 到了今年12分为止 我已经拿到了两个的Associate Degrees 和一个Betal Degree 并且刚刚被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的硕士 Master Degree Program录取 1月份我就要开新的学习和职业培训项目 感谢主耶稣就这样一步步的把我带到恩典祝福你 主耶稣你是我生命的牧人 你是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的神 如果没有你 我什么也做不了 四年来 你的话语一直都是我寻找的力量 我把许多神的话语抄下来 刻在我的心板上 我最喜欢的经节 也就是经常背诵的经节 就是耶利女书的29章第11节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future 并且我也喜欢 喜欢简言的第三章5到6节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Sum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 pass straight 以上就是我的见证 感谢主耶稣 感谢神明和铃铛堂 网络教会的各位属灵同伴们 我相信我们所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 他必然带领我们前方的路 Amen 谢谢大家